所以你有到現場去看 是 當時你的心情怎麼樣 當然觸目驚心嘛 那整個就慘不忍睹 所以當你看到那個車廂裡頭 這樣子一個已經變形了 甚至就是說他可能已經一些 他的身體已經上下身已經分離了 這樣子一個破碎的一個肢體的時候 部長你當時當下的心情是什麼 當下的心情 就是很 很難過 然後 就 我想這種 很難用言語去形容 你要不要再多講一下你的心情 我的心情我馬上轉過來就是趕快要做搶救的事情 部長好 部員好 辛苦了齁 應該的 我想今天大家都是為了 這次的事件感到非常的憂心 感到非常的傷心 我來自醫院的醫師朋友跟救護人員打電話跟我說 救護過後兩三天 他 有時候睡一睡 他 看到 他想到 進到那個 觸目驚心的場面 在那個 整個 車廂裡頭 一個斷壁殘癌 一個 肢體破碎的場面裡頭 他 常常晚上睡覺會 這樣子 就 驚醒 那 我想這個大概是 我們醫學上面 常叫做 標準的叫做 創傷後症候群 一個創傷後壓力的症候群 所以我想 想問一下部長的心情齁 部長你第一時間幾點趕到現場 大概是 應該是一點多的時間 那你有到第七節第八節車廂上去嗎 因為第七八節是在裡面 我們是在外面大概一二三這邊 所以你有到現場去看 是 當時你的心情怎麼樣 當然 觸目驚心嘛 那整個 就慘不忍睹 那種 我想那種 那種衝擊是不可能消失的 就是 是非常震撼 然後 很 就是 就是 馬上想說 我們能夠做些什麼 去減少這一個傷害 那 因為那個還在持續中 整個 包括大量傷患的後送 所有的 特收隊要進來 你看到 很多的志工也已經都到場 那 每個人都在 想 為這些 這個 災難做一些事情 能夠 減少他的傷害 所以當你看到那個車廂裡頭 這樣子 一個已經變形了 甚至就是說 他可能已經 一些 他的身體已經 上下身 已經分離了 這樣子一個破碎的一個肢體的時候 部長 你當時 當下的心情是什麼 當下的心情 就是很 很難過 然後 然後 就 我想那種 很難用言語去形容 那種 震驚 跟 衝擊 你要不要再多 講一下你的心情 因為我的心情 我馬上轉過來 就是趕快要做搶救的事情 已經 比較沒有放在自己身上